第十一回 春慈小院离离影 夜寿青山默默香 小郡主隔得一笑 先被下床 笑道 我穴道早解开了 等了你好久 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 微小宝祈祷 谁给你解开穴道的 小郡主道 给点了穴道 过得六七个时辰不用解 也自然通了 我扶你上床 我可得走了 微小宝大急 叫道 不行不行 你脸上伤痕没好 需得再给你尝药才好得全 小郡主嘻嘻一笑 说道 你这人真坏 说话老骗人 你几时在我脸上刻花了 害得我担心了半天 微小宝问道 你怎么知道 小郡主道 我早下床来照顾镜子 脸上什么也没有 微小宝见他脸上光洁白腻 涂着的豆泥 莲蓉等物 早洗了个干净 好生后悔 我这么莽撞 也没先瞧他脸 倘若见到他洗过了脸 说什么也不会着了他道 说道 你尝了我的灵丹妙药 自然好了 否则我为什么巴巴的又去给你买珍珠 我走遍了北京城的珠宝店 才给你买到这两串好珍珠 我还买了一对挺好玩的玩意儿给你 小郡主忙问 什么玩意儿 微小宝道 你解开我穴道 我就拿给你 小郡主道 好 正要伸手去给他解开穴道 忽见他眼珠转个不停 心念一动 笑道 嘿嘿 险些又上了你道 解开你穴道 你又不许我走了 微小宝忙道 不会的 不会的 大丈夫一言即出 那个马难追 小郡主道 四马难追 什么叫那个马难追 微小宝道 那个马比四马跑得还要快 那个马都追不上 四马自然更加追不上了 小郡主不知那个马是什么马 将信将疑道 那个马难追 到第一次听见 微小宝道 那你就学了这个乖 这玩意儿有趣的紧 一只公的 一只母的 小郡主问道 是小白兔吗 微小宝摇头道 不是 比小白兔可好玩十倍 小郡主道 是金鱼吗 微小宝大摇齐头道 金鱼有什么好玩 这比金鱼要好玩一百倍 小郡主又猜了几样玩物 都没猜中 道 快拿出来 到底是什么东西 微小宝要诱他解开穴道 说道 你一解开我穴道 我立刻便拿给你看 小郡主摇头道 不行 我即刻带走 哥哥不见了我 一定心叫得很呢 微小宝道 你穴道早解开了 为什么不走 却要等我回来 小郡主道 你好心给我买珍珠 我总得谢谢你 向你告别一声 不声不响地走了 不是太对不起人吗 微小宝肚离暗笑 原来这小娘是个小傻瓜 慕王府的人 慕头慕脑 果然没信错了 说道 是啊 我担心你一个人在这里害怕 在街上拼命地跑 心想早些买了珍珠 可是一家一家珠宝店瞧过去就是没合意的 心中一急 连摔了几个筋道 小郡主轻呼一声 哎呀 可摔痛了没有 微小宝愁眉苦脸地道 这一摔下去 刚好胸口撞在一块大石头上 痛得我死去活来 小郡主道 心想好些没有 微小宝哼哼唧唧地道 这一状伤势不轻 越来越痛了 你 你 你点了我穴道 不肯解开 我这 这 这 这口气 提 提 不上来 我 我 啊 越说声音越低 突然双眼上翻 眼中露出来的全是眼白 便如晕气一般 跟着凝住呼吸 小郡主伸手叹她鼻息 果然没了气 大吃一惊 啊的一声全身发抖 颤声问道 你怎么会死了 微小宝断断续续地道 你 点错 点错了我的学道 点了我的 我的 死 死学 小郡主急道 不会的 不会的 师父教她点学法子 绝不会错 我明明点了你的灵虚与布朗两学 还有天池学 我一想宝道 你 你慌慌张张的 点 点错了 啊 我全身气血翻涌 经脉道短 天涯大乱 走 走火入 入魔 小郡主道 是走火入魔吧 微小宝道 正是 走火入魔 啊 你怎么这样糊涂 点学功夫没练到家 就在我身上乱七八糟的瞎点 你点的不是什么天池 什么布朗 都点了死学 死的是那九吻的死学 她不懂学道名称 否则早就举了几个死学出来 小郡主年纪又小 功夫自然没练得到家 点学功夫原本艰难繁复 人生大学数百 诸学相去 长指数分 慌忙之中点错了 也属寻常 但她曾得名师指点 这三下任学极准 尽力虽不足 学位却丝毫无措 可是心学乍用 究竟没多大自信 维小宝又愁眉苦脸 装得极像 她以为真的点错了死学 急道 莫非 莫非我点了你的弹中学吗 维小宝道 正是 正是弹中学 你也不用难过 你 不是故意的 我死之后 绝不怪你 也 眼罗王问起 我绝不说是你点死我的 我说 我自己不小心 手指头在自己身上一点 就点死了 小郡主听她搭运在阎罗王面前为自己隐瞒 又感激 又过意不去 忙道 快 快把学刀挤了再说 或许还有救 忙伸手在她胸口腋下推拿 她点学的尽力不强 只推拿了几下 尾下宝已能行动 她呻吟了几下 说道 一点了死学 就不活了 小郡主急道 或许救她活的 我不小心点错了 真 真对不起 维小宝道 我知道你是好人 我死之后 在阴室里保佑你 从早到晚 鬼魂总是跟在你身旁 小郡主尖叫一声 问道 啊 你鬼魂老是跟在我身旁 维小宝道 你别害怕 我的鬼魂不会害你的 不过有个规矩 谁杀死了我 我的鬼魂总是跟着谁 小郡主越想越惊 说道 我不是故意要杀死你的 维小宝叹了口气 问道 小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郡主退了一步 道 你问来干什么 脸上满是惊异之色 又道 你要到阴室里告我 是不是 我不跟你说 维小宝摇头道 我不会告你的 小郡主道 那你问我名字干什么 维小宝道 我知道了你名字 好在阴室保佑你啊 阴间鬼捧鬼友很多 我叫大家齐心合力的来保护你 你无论走到哪里 几千几百个鬼魂都跟着你 小郡主吓得大叫一声 忙道 不 不要 别跟着我 维小宝道 那么 就单是我一个人的鬼魂跟着你行不行 小郡主迟一片刻 道 你 你如不吓我 那 那么还不要紧 维小宝道 我当然不吓你 你白天坐着 我的鬼魂给你赶苍蝇 晚上睡着 我的鬼魂给你赶蚊子 你闷得慌 我的鬼魂托梦给你 讲很好听 很好听的故事给你听 小郡主道 你为什么带我这么好 悠悠叹了口气 道 你不死就好了 维小宝道 有一件你答应过我的事 你没办到 哎 我死不瞑目 小郡主道 什么事 我答应过你什么 维小宝道 你答应过 叫我三声好哥哥 我在临死之前 听到你叫了 那就死得掩蔽了 小郡主出生于世袭前国公王府 父母兄长都十分宠爱他 虽然他出世之时以国魄家王 但侍臣家家 奴婢仆役 还是对这位金枝玉叶的郡主爱护得无微不至 一生之中 从没有人骗过他 吓过他 他出世以来所听到的言语 可说没半句假话 因此 对维小宝的胡说八道 初识也都信以为真 待见他越说越精神 说到要叫他三声好哥哥时 眼中闪烁着脚快的光芒 他只不过天真善良 毕竟不是傻子 知道维小宝在逗弄自己 退了一步 说道 你骗人 你不会死的 维小宝哈哈大笑 说道 哈哈哈哈 就算暂且不死 过几天总是要死的 小郡主道 过几天也不会死 维小宝道 就算过几天不死 将来总是要死的 你不叫我这三声好哥哥 我的鬼魂天天跟着你 不住的叫 好妹妹 好妹妹 他逼紧了喉咙 声音拖得长长的 当真阴风惨惨 十分可怖 有伸长舌头 装作吊死鬼模样 小郡主啊的一声 回身便冲出房去 维小宝追江出去 见他伸手去拔门栓 忙拦腰一把抱住 说道 走不得 外面饿鬼很多 小郡主急道 放开手 我要回家 维小宝道 走不出去的 小郡主右手切了下去 斩他右腕 维小宝手掌翻转 反拿他小臂 小郡主手肘后撤 左手握拳往维小宝头顶击下 维小宝身子后缩 避过了这一拳 却已抱住了他小腿 小郡主一招 胡为俭 左掌斜肖下去 维小宝没能避开 啪的一声 打中他肩头 他用力拉扯 小郡主站立不定 摔倒在地 维小宝赶上去 要将他揪住 小郡主鸳鸳连环腿飞出 直踢面门 维小宝一个打滚 又已扭住了他左臂 小郡主拳脚功夫曾得名师传授 远比维小宝所学为精 两人若当真比武 维小宝绝不是对手 但二人此刻只是在地下扭打 一个想逃 一个扭住他不放 这等扭扑摔跤的功夫 维小宝却经过长期洗练 和康熙比武较量 击达一年 海老公传他的武功虽半针半甲 他又练得马虎 这近身搏击的琴拿 他毕竟还有几下子 几个回合下来 维小宝胸口虽吃了几拳 却一抓住了小郡主右臂 熬了转来 笑问 头不头响 小郡主道 不头响 维小宝抬起左膝 跪在他臂上 又问 头不头响 小郡主扔道 不头响 维小宝手上加劲 将他反在背后的手臂往上一抬 小郡主吃痛 啊的一声哭了出来 维小宝和康熙比武摔跤 两人不论痛得如何厉害 从不示弱 更无哭泣之事 只不过 一道给对方制住 没法反抗 便叫投降 算是输了一个回合 重新比过 不料 小郡主的作风与康熙全然不同 一输便哭 维小宝道 呸 没用的小丫头 放开了他 便在此时 忽听着窗格上咔的一声响 维小宝低声道 哎呀 有鬼 小郡主大吃一惊 反手过来抱住了他 只听着窗格上又是一响 窗子压压压的推开 这一来 连维小宝也大吃一惊 颤声道 真的有鬼 小郡主向前一扑 钻入了床上被窝中 全身发抖 窗子缓缓推开 有人阴森森的叫道 小鬼子 小鬼子 维小宝初始指道是海老公的鬼魂前来锁命 但听着呼声是女子口音 颤声道 是个女鬼 连退几步 双腿钻软 坐倒在床檐上 突然 一阵净风吹了进来 房中烛火便熄 眼前一花 房中已多了一人 那女鬼阴森森又叫 小鬼子 小鬼子 阎王爷叫你去 阎王爷说你害死了海老公 微小宝只吓得魂飞魄散 想说海老公不是我害死的 但张口结舌 哪里说得出话来 只听了女鬼又尖声叫道 阎王爷要捉你去 上刀山 下油锅 小鬼子 今天你逃不了了 微小宝听了这几句话 猛地发觉 是太后 不是女鬼 但心中的害怕丝毫不减 心道 若是女鬼或许还捉我不去 太后却非杀了我灭口不可 自从她得知太后的机密 起初常担心她会杀了自己灭口 但一直没动静 时日一久 这番担心也就渐渐淡了 直到太后信了自己 以为自己果真没听到海大富那番话 又或许以为自己即使听到了 也绝不敢泄露 在生了自己管御膳房 自己感激之下 一切太平无事 她怎知道 太后所以迟迟不下手 只因那日与海老公动手 内伤极重 又见海老公重重一脚竟踢不死为小宝 直到这小孩内功修为了得 自己若不痊愈 功利不负 便不敢贸然行事 这等杀人灭口之事 不能假手与旁人 必须亲自下手 否则的话 这小孩临死之际 说了几句话出来 岂非坏了大事 这件事牵涉太大 别说维小宝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太监 纵然是后妃太子将军大臣 只要可能欲闻这件大秘密的 有一百个便杀一百 一千个便杀一千 她一等待甚久 其实功利尤为复原 但想多耽搁一日便多一份泄露的危险 到这一晚 师不愿再等 决定下手 来到维小宝屋外 推开窗子时 听得维小宝说有鬼 便索性假装是鬼 她不知床上尚有一人 慢慢凝聚尽力 提起右手一步步走向床前 维小宝知难抗拒 身子一缩 钻入了被窝 太后挥掌拍下 拨的一声响 同时击中了维小宝与小郡主 幸好隔着厚厚一层棉被 尽力已消去了大半 太后提起手掌 第二掌又在击下 这次运力更强 手掌刚与棉被相处 猛觉掌心中一阵剧痛 以为力气所伤 大叫一声 向后跃开 只听得窗外有三四人齐声大呼 有刺客 有刺客 太后大吃一惊 怎地有人知道了 她亲手来杀一个小太监 绝不能让人见到 手掌又痛得厉害 不瞎查看 闻下宝是否已死 双足一点从窗中道纵跃出 尚未落地 背后已有人双双袭道 太后双掌向后挥出 使一招后顾无忧 左掌右掌同时击中二人胸口 那人直摔了出去 只听得罗声堂堂响起 片刻间四下里都响起罗声 远处有人叫道 有位第一队 第二队保护皇上 有位第三队保护太后 跟着东手假山后有人叫道 这便有刺客 太后知道 这些都是宫中侍卫 便缩身躲在花丛之侧 掌心的疼痛一阵阵更加厉害了 只见隐隐绰绰的 有七八堆人在互相厮杀 兵人不断碰撞 心想 原来宫中当真来了刺客 是海老公的朋友 还是傲拜的旧部 但听得远处传令之声不绝 黑暗中火把和孔明灯的灯火明亮 四面八方巨龙 太后眼见如在不走 稍迟片刻便难以脱身 矮着身子从花丛后跃出 急往慈灵宫而去 只奔得树杖 迎面一人扑倒 手中一队钢锥 向太后面门击刺 喝到大胆反贼竟敢到宫中捣乱 太后温微斜身 右掌失隐 左掌向他肩头拍出 那人沉肩避开 左手钢锥反挑 太后向左一闪 右掌反拍 煞事间二人已拆了数招 那人口中吆喝 好反贼 原来是个婆娘 太后见着侍卫五一不低 自己虽可收拾得下 但总得再拆上十来招 只怕其余侍卫赶来 情急之下叫道 我是太后 那侍卫一惊 助手问道 什么 太后道 大胆奴才 你敢冒犯太后 那人微义迟疑 太后双掌七出 砰的一声 急症在他胸口 那侍卫立时毙命 太后提起月初 闪入了花丛 维下宝钻入被窝 给太后发掌 击在腰间 当时几乎窒息 危急间 拔出靴筒中匕首 在被窝中 竖而向上 被窝便高了起来 太后第二掌 向被窝隆起处击落 那匕首丰锐无比 太后这一掌 劲道又极大 匕首间 立时穿过棉被 刺入掌心 直通守备 带着太后 从窗中跃出 维下宝掀起棉被 一脚 只听着屋外 人声杂乱 她当时第一个念头是 太后派人来捉扰我了 从床上一跃下地 掀开棉被 说道 咱们快逃 小郡主哭道 痛 痛死我了 原来 太后第一掌的掌力 既打中了 维小宝后腰 又打中了 小郡主的左腿 小郡主受力较多 左腿小腿骨 竟让鸡断 维小宝道 怎么了 一把抓住她紧口衣服 道 快逃 快逃 将她拉下床来 小郡主 右足先落地 直觉 左腿剧痛难当 身子一侧 滚倒在地 哭道 我的 我的腿断了 维小宝情急之下 骂了出来 小娘皮 持不断 早不断 心想 老子逃命要紧 别说你一条腿断了 就是四条腿八条腿 都断成十七八段 老子也不放在心上 转身 抢到窗口 向外张望 只怕外面没人 就此跃出 一望之下 只见太后 双掌向后挥出 跟着两人飞了起来 重重摔落 一人正好摔在她窗下 朦朦胧胧间 见到这人 穿着侍卫肤色 心下大旗 太后为什么打宫中侍卫 见太后 闪身躲向花丛 又见树杖之外 有六七人正在厮杀 手中各有兵刃 搏斗得甚是激烈 听得远处有人叫道 拿刺客 拿刺客 微笑宝又惊又喜 原来真的来了刺客 却不是来拿我 明目望去 见太后 又再和一名侍卫相斗 那侍卫是一对钢锥 虽和他窗口相聚一远 仍可见他 钢锥上白光闪动 斗得一会 太后又将那侍卫打死 飞身在黑暗中隐没 微笑宝回头向小郡主敲去 见他坐在地下轻声声吟 他气追自己并无危险 心情历时大加 走到他身前 低声道 疼得很厉害吗 外面有人要来捉你 快别作声 小郡主吓得不敢出声 呼听到外面有人叫道 黑脚狗牙齿厉害 上点仓山吧 小郡主一的一声道 是我们的人 是我们的人 微笑宝气道 是你的朋友 你怎么知道 小郡主道 他们说的是我们沐王府的暗语 快快 扶我去瞧叫 微笑宝道 他们来皇宫救你 是不是 小郡主道 我不知道 这里是皇宫吗 微笑宝不答 心想 他们如知的小丫头在这里 冲进来救人 老子双拳难敌四手 以伸手 牢牢按住他嘴巴 低声恐吓 千万不敢出声 给人一发觉 连你另一条腿也打断了 我可舍不得 只听外面有人啊啊大叫 又有人欢呼道 杀了两个刺客 有人叫道 刺客向东逃了 大伙快追 人声渐渐远去 微笑宝放开了手 道 你的朋友逃走了 小郡主道 不是逃走 他们说上点仓山 是暂且退退的意思 微笑宝道 黑脚狗是什么东西 小郡主道 黑脚狗就是清兵 远处人声隐隐 传令之声不绝 显然 宫中正在围捕刺客 呼听的窗下 有人呻吟了两声 却是女子声音 微笑宝道 有个刺客还没死 我去戳他两刀 宫中侍卫君是男子 这呻吟的自然是刺客了 小郡主道 不 不要杀 或许是我们福里的 扶着微笑宝尖头 站了起来 幼族 担脚着地 几下跳跃 到了窗口 见窗下有两个人 问道 是天南地北的 微笑宝一伸手 又按住了他嘴 窗下一个女子道 孔雀明王坐下 你 你是小郡主 微笑宝心想 这女子 已发现小郡主的踪迹 火势不小 提起匕首便于智下 突然间又腕一紧 已给小郡主握住 跟着斜下一通 按住他嘴巴的手 也不由自主地松开了 小郡主问道 是师姐吗 窗下那女子道 是我 你 你在这里干什么 微笑宝接口道 你奶奶的 你在这里干什么 小郡主道 你 你别骂他 他是我师姐 师姐 你受了伤吗 你 你快想法子 救救我师姐 师姐带我最好的 他这几句话 分别对二人而说 窗下那女子 呻吟了一声 道 我不要这小子救 两他也没救我的本事 微笑宝用力一振 小郡主便松了手 微笑宝骂道 臭小娘 你说我没救你的本事 你这种第九流武功的小丫头 哼 老子 只要伸一根小指头 随手便救你妈的 二三十个 七八十个 这时 远处又响起了 捉刺客 捉刺客的声音 小郡主大急 忙道 你快救我师姐 我 我叫你三声 好 好 哥哥 好哥哥 好哥哥 这三个字 本来他说什么 也不肯叫 这时为了求他救人 进而连叫三声 微笑宝大乐 说道 好妹子 你要好哥哥 做什么 小郡主 羞得满脸通红 低声道 求你 救我师姐 窗下 那女子 却甚倔强 道 别求他 这小子自身难保 连他自己也救不了 微笑宝道 哼 瞧在我好妹子份上 我偏要救你 好妹子 咱们说过了话 不许抵赖 你要我救你师姐 以后可不得改口 永远得叫我好哥哥 小郡主 道 叫你什么都成 好叔叔 好伯伯 好公公 微笑宝道 我只做好哥哥 叫我公公的人 害怕少了 小郡主 道 是啊 我永远 我永远叫你好 好 微笑宝道 好什么 小郡主 道 好哥哥 说着 在他背上轻轻一推 微笑宝跳出窗去 只见一个身穿黑衣的女子 拳着身子 鞋以余地 说道 公里侍卫 就来捉你去了 将你斩成肉酱 做肉豹子吃 那女子道 稀罕吗 自有人给我报仇 微笑宝道 你这小丫头 倒嘴硬 侍卫们先不杀你 把你衣衫脱光了 大家 大家拿你来做老婆 那女子怒道 你快引到 将姑娘杀了 微笑宝笑道 哼哼 我为什么杀你 我也要将你衣衫脱光了 拿你做老婆 说着 俯身去报 那女子大急 会长打了她个耳光 但那重伤之余 手上毫无尽力 打在脸上 便如轻轻一扶 微笑宝笑道 你还没做我老婆 先给老公骚痒 抱起她身子 从窗口送进去 小郡主大喜 上前将那女子接住 慢慢将她放上了床 微笑宝正要跟着 跃进房去 呼听她脚边 有人低声说道 鬼 鬼公公 这女子是反贼 刺客 救 救她不得 微笑宝一惊 问道 你 你是谁 那人道 我 我是宫中 侍卫 微笑宝当时明白 她是适才给太后 一掌打中的侍卫 竟然未死 她躺在地下 动弹不得 说话又断断续续 受伤定然极重 心想 我若将这黑衣女子 交了出去 自是一件功劳 但小郡主又怎么办 这件事败露出来 那可是大祸一桩 提起匕首 吃的一刀插入她胸口 那侍卫 哼也没哼 立时毕命 微笑宝道 这可对不住了 他让你刚才不开口 就不会送了性命 只不过 我鬼公公的脑袋 在这脖子上 就坐得不这么安稳了 又想 左近 只怕还有受伤的 说不得 只好一个个都杀了灭口 他在周遭花丛 假山寻了一遍 地下 共有五只尸首 三个是宫中侍卫 两个是外来刺客 都已弃绝生死 微笑宝 抱起一具刺客的尸首 放在窗格上 头里脚外 跟着在尸首背上 用匕首戳了几下 小郡主惊道 他 他是我们王府的人 死都死了 你怎么又杀他 微笑宝哼了一声 道 哼 他死都死了 我就不能再杀他了 你倒杀死个死人 给我瞧瞧 要救你的臭小娘师姐 只好这样了 那女子躺在床上 说道 你才臭 微笑宝道 你又没闻过 怎知我臭 那女子道 这屋里 就有一股臭气 微笑宝道 本来很香 你进来之后才臭 小郡主急道 你两个又不相识 一见面就吵嘴 快别吵了 师姐 你怎么到这里来 是 是来救我吗 那女子道 我们不知你在这里 大伙不见了你 到处找寻 找不到 说到这里 已然上气不接下气 微笑宝道 没力气说话 就少说几句 那女子道 我偏要说 你怎么样 微笑宝道 你有本事 就说下去 人家小郡主 多么温柔斯文 哪死你这般泼辣 小郡主忙道 不 不 你不知道 我师姐 是最好不过了 你别骂她 她就不会生你气了 师姐 你什么地方受了伤 伤得重不重 微笑宝道 她武功不行 不自量力 到宫里来 现实 自然伤得极重 我看 活不了三个时辰 不到天亮就翘了辫子 小郡主道 不会的 好 好哥 你快想法子 救救我师姐 那女子怒道 我宁可死了 你不要她救 小郡主 这小子油腔滑掉 你为什么叫她 叫她这个 微笑宝道 叫我什么 那女子却不上当 道 叫你小猴 微笑宝道 我是公猴 你就是母猴 跟女人半嘴吵架 她在立春院中 酒精习练 什么大阵大仗 都经历过来的 哪里会输给人了 那女子 听她出言粗俗无赖 便不再踩她 不住喘气 微笑宝提起桌上烛台 道 咱们先瞧瞧 她伤在哪里 那女子叫道 别敲我 别敲我 微笑宝喝道 别大声嚷嚷 你想人家抓了你去做老婆吗 拿进竹台照去 只见这女子头发蓬松 半盘脸染满了鲜血 月末十六七岁年纪 眉清目秀 容貌甚美 忍不住赞道 原来臭小娘是个小美人 小郡主道 你别骂我师姐 她本来就是个美人 微笑宝道 好 我更加非拿她做老婆不可 那女子一惊 想挣扎起来打人 但身子微微一抬 便啊的一声摔在床上 微笑宝与男女之事 在妓院中自然听得多了 魂不当作一回事 但说拿她做老婆云云 她年纪又小 倒也从来没起过色心 动过歹念 只是她性戏恶作剧 见到女子听得自己说道 要拿她做老婆便大大着急 不仅甚为得意 笑道 你不用兴急 还没拜堂 怎能做的夫妻 你当这里是历春院吗 说做夫妻就做 哎哟 你伤口流血 可弄脏了我的床 只见到衣衫上 鲜血不住渗出 伤势着实不清 呼听的一群人快步走近 有人叫道 贵公公 贵公公 你没事吧 宫中侍卫击退刺客 派人保护了皇上太后 和位分较高的嫔妃 便来保护有执司 有权力的太监 韦小宝是皇帝跟前的红人 便有十几名侍卫 抢着来讨好 韦小宝低声向小郡主道 上方去 拉过背来 将二人都盖住了 放下了杖子 叫道 你们快来 这里有刺客 那女子大惊 但重伤之下 正挣扎得起 小郡主急道 你别想别叫人来做我师姐 韦小宝道 他不敢做我老婆 那有什么客气 说话之间 十几名侍卫已奔到了窗前 一人叫道 哎呀 这里有刺客 韦小宝笑道 这家伙 想爬进我房来 给老子挤到料理了 重侍卫举起火把 裹剑那人背上 有几个伤口 衣裳 窗上 地下都是血迹 一人说道 鬼公公受惊了 另一人道 贵公公受什么惊 贵公公武功了得 一举手便将刺客杀死 便再多来几个 一样的杀了 重侍卫跟着讨好 大赞维侠宝了得 今晚又立了大功 维侠宝笑道 功劳也没什么 料理一两个刺客 也不费多大劲 要勤出满洲第一勇士 敖拜就比较难些了 重侍卫自然 与此如潮 一名侍卫道 是老六和兄老二 殉职身亡 这批刺客 当真凶恶之急 若不是贵公公 又怎对付得了 维侠宝道 大家去保护皇上要紧 我这里没事 一人道 多总管 率领了两百多名兄弟 亲自守在皇上请宫之前 刺客逃的逃 杀的杀 宫里已清静了 维侠宝道 殉职的侍卫 我明儿求皇上 多赏赐些抚恤 大伙都辛苦了 皇上必有重赏 众人大喜 以其请安道谢 维侠宝心道 又不用我花银子赏人 干嘛不多做做好人 说道 众位的姓名 我记不大清楚了 请各位自报一遍 皇上若问起 今晚奋勇出力 立了大功之人 兄弟也好提上一提 众侍卫更加欢喜 忙报上姓名 维侠宝记心极好 将十余人的姓名 复述了一遍 丝毫没错 说道 大伙再到各处玄玄 说不定黑暗偏僻的所在 还有刺客躲着 要是抓到了活口 男的重重拷打 女的便剥光了一衫做老婆 众侍卫哈哈大笑 连称 是是 维侠宝道 把尸首抬了去吧 众侍卫答应了 抢着搬抬尸首 请安而去 维侠宝关上窗子 转过身来 揭开棉被 小郡主笑道 你这人真坏 可吓了我们一大跳 哎呀 这件被褥上都是鲜血 她师姐脸色惨白 呼吸微弱 维侠宝道 她伤在哪里 快给她止血 那女子道 你 你走开 小郡主 我 我伤在胸口 维侠宝见她血流的极多 怕她伤重而死 不敢再斗去 转过了头 说道 伤口流血 有什么好看 你倒是西洋镜 万花筒吗 小郡主 你有没有伤药 小郡主道 我没有啊 维侠宝道 臭小娘身边有没有 那女子道 没有 你 你才是臭小娘 只听得衣衫诉诉之声 小郡主解开那女子衣衫 忽然惊叫 哎呀 这怎么办 四孤室内 要找些棉花布片 给她塞住伤口 一瞥眼 见到药拨中 大半拨 莲蓉豆泥 蜜糖珍珠糊 喜道 哎 我这灵丹妙药 很能止血 捞起一大把 抹在她伤口上 这蜜糊 粘性甚重 粘住了伤口 血便止了 维侠宝将拨中的蜜糊 都敷上了她伤口 自己手指上 也都是蜜糊 见她娇乳颤动 这小丸童 恶作剧之念 难以克制 顺手反手 都磨在她乳房上 那女子又羞又怒 叫道 小 小郡主 快 快给我杀了她 小郡主解释 师姐 她给您智商呢 那女子 气得险些晕取 苦于动弹不得 维侠宝道 你快点了她穴道 不能让她乱说乱动 否则 留学不止 性命交官 小郡主应道 是 点了那女子 小腹 鞋下 腿上几处穴道 说道 师姐 你别乱动 这时 她自己断腿处 也痛得不可开交 眼眶中 泪水不住 滚来滚去 维侠宝道 你也弹着别动 记得幼时 在扬州 与小流氓打架 有人跌断手臂 跌打一声 用夹板夹住断臂 服以草药 当下扶正她断腿 拔出匕首 割下两条凳脚 夹在她断腿之侧 牢牢用绳子付紧 心想 这伤药就到哪里找去 一凝丝间 已有了主意 向小郡主道 你们躺在床上 千万不可出声 放下杖子 吹熄了烛火 拔栓出门 小郡主惊问 你 你去哪里 微小宝道 去拿药治你的腿 小郡主道 你快回来 微小宝道 是啦 听小郡主说话的语气 竟将自己当作了靠山 不禁大事得意 她反手带上了门 意想不妥 又推门进去 上了门栓 从窗中跃出 关上了窗子 这样一来 宫中除了太后皇上 谁也不敢擅自进她屋子了 她走的十几步 直觉后腰脊 隐隐作痛 心想 黄太后这老婊子 下毒手打我 在宫中再担下去 老子迟早老命难保 还是尽早 溜着大吉的为妙 她想由火光处走去 见几名侍卫正在巡逻 侍卫一见到她 抢着迎上 微小宝问道 宫里侍卫兄弟 有多少人受伤 一人道 回宫供 有七八人重伤 十四五人轻伤 微小宝道 在哪里智商 带我去瞧瞧 中侍卫祈祷 公公关心侍卫兄弟 大伙没一个不感激 便有两名侍卫领路 带着微小宝到中侍卫 住所的宿卫值班房 二十来名受伤的侍卫 躺在厅上 四名太医 正忙着给众人智商 微小宝上前慰问 不住夸奖众人 为了保护皇上 奋不顾身 英勇杀敌 一一询问伤者姓名 众侍卫 登学精神大振 似乎 伤口也不怎么痛了 微小宝问道 这些反贼是哪一路的 是奥拜纳斯的手下吗 一名侍卫道 似乎都是汉人 不知捉到火口没有 微小宝 询问众侍卫和刺客格斗的情形 眼中留神观看太医用药 众侍卫 有的受了刀枪外伤 有的受了拳掌内伤 又或是断骨挫伤 微小宝道 这些伤药 我身边都得背上一些 倘若宫中侍卫兄弟受了伤 来不及赵请太医 我先给大伙治治 嗯 这些刺客穷凶极恶 天大的胆子 今天没一网打尽 难保以后不会再来 几名侍卫都道 贵公公 体虚侍卫兄弟 真想得周到 微小宝说道 刚才我受三名刺客围攻 我杀了一名 另外两个家伙逃走了 可是我后腰 也给刺客重重打了一掌 这时物质疼痛 心倒 老婊子来行刺老子 难道不是刺客 老子这一次 可没说谎 四名太医一听 忙放下众侍卫 一骑过来 解开他袍子查看 裹剑后腰 有老大一块乌青 忙调药 给他外敷内敷 微小宝叫太医 将各种商药 都包上一大包 拆在怀里 吻明了外敷内敷的用法 再取了两块 敷伤用的家板 又夸奖一阵 慰问一阵 这才离去 他见识幼稚 说话乱七八糟 说不得体 夸奖慰问之中 夹着不少市井粗口 中侍卫 虽出身宗室贵族 但大都是粗鲁武人 对于奶奶十八代祖宗 远就不如何看重 本来给刺客打伤 自觉意不如人 待见皇上最宠幸的贵公公 也因与刺客格斗而受伤 沮丧之余 呼蒙贵公公夸奖 那等于是皇上传旨加冕 就算给他大骂一顿 心中也着实受用 何况是赞得天花乱坠 这一下挡着心花怒放 恨不得身上伤口 再加长加阔几寸 伟小宝回到自己屋子 先在窗外侧耳倾听 房中并无声息 低声道 小郡主 是我回来了 他生爬 贸然爬进窗去 给那女子砍上一刀 刺上一剑 怀中那几大包商药 可得自己先用了 小郡主喜道 我等了你好久了 伟小宝爬入房中 关上窗 点亮蜡烛 揭开杖子 见两个少女病头而握 那女子与她目光一触 立即闭上了眼 小郡主却睁着一双 明亮澄澈的眼睛 目光中露出欣慰之意 伟小宝道 小郡主 我给你敷商药 小郡主道 不 先治我师姐 请你将商药给我 我替她敷 伟小宝道 什么你呀我的 叫也不叫一声 小郡主色然一笑 问道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我听他们叫你贵公公 伟小宝道 贵公公是他们叫的 你叫我什么 小郡主微微闭眼 低声道 我心里 心里可以叫你好 好哥哥 嘴上老是叫着 这可不 不 不好 伟小宝道 嗯好 咱们通融一下 有人在旁的时候 我叫你小郡主 你叫我贵大哥 没人使 我叫你好妹子 你叫我好哥哥 小郡主还没答应 那女子睁眼道 小郡主 肉麻死了 她讨你便宜 别听她的 伟小宝道 哼 要不是要你叫 要你都管什么闲事 你就叫我好哥哥 我还不要呢 小郡主问道 那你要他叫你什么 微小宝道 除非要他叫我好老公 亲亲老公 那女子脸上一红 随即显出鄙夷之色 说道 哼 你想做人家老公 来世投胎了 小郡主道 好了好了 你两个 要不是前世冤家 怎地见面就吵 贵大哥 请你给我伤药 微小宝道 我先给你服药 揭开被子 卷起小郡主裤管 拆开用作家板的凳脚 将跌打伤药 敷在小腿折骨之处 然后将取来的家板 夹住伤腿 紧紧付住 小郡主连声道谢 甚是诚恳 微小宝道 我老婆叫什么名字 小郡主一正道 你老婆 见微小宝 向那女子一奴嘴 微小道 你就爱说笑 我师姐姓方 名叫 那女子寄到 别跟他说 微小宝听到他姓方 当时想起 沐王府中 刘白方苏 四大家将来 便道 他姓方 我当然知道 什么圣守居士苏刚 白氏双目 白寒松 白寒风 都是我的亲戚 小郡主和那女子 听得他说到苏刚 和白氏兄弟的名字 都大为惊奇 小郡主道 怎么他们 都是你的亲戚 微小宝道 刘白方苏 四大家讲 咱们自然是亲戚 小郡主更加诧异 道 真想不到 那女子道 小郡主 别信他胡说 这小孩坏得很 他不是我亲戚 有了这种亲戚 才倒霉呢 微小宝哈哈大笑 将商药交给小郡主 扶嘴在他耳边低声道 好妹子 你悄悄地跟我说 他叫什么名字 但两个少女病枕而握 微小宝说得虽轻 还是给那女子听见了 他急道 别说 微小宝笑道 不说也可以 那我就要亲你一个嘴 先在这边脸上香一香 再在那边脸上香一香 然后亲一个嘴 你到底爱亲嘴呢 还是爱说名字 我猜你一定爱亲嘴 烛光下 见到女子容色艳丽 衣衫单薄 鼻中闻到淡淡的 一阵阵女儿体香 心中大乐 说道 原来你果然是香的 这可要好好的香上一香了 那女子没法动弹 给这背蓝小子 记得鼻孔生烟 幸好他年纪又小 是才听了众侍卫的言语 又指他是个太监 只不过口头上顽皮胡闹 不会有什么真正非礼之行 倒也并不如何惊慌 见他将嘴巴凑过了真要亲嘴 忙道 好好好 说给这小鬼听吧 小郡主笑了笑 说道 我是姐姓方 单名一个姨字 心字旁一个台字的姨 微小宝根本不知 姨子怎声写法 点了点头 道 嗯 这名字马马虎虎 也不算很好 小郡主 你又叫什么名字 小郡主道 我叫木剑平 是平风的平 不是扶平的平 微小宝自不知 这两个字有什么区别 说道 嗯 这名字比较好些 不过也不是第一流的 方姨道 你的名字 定是第一流的了 尊姓大名 却不知如何好法 微小宝一正 心想 我的真名不能说 小柜子这名字 似乎也没什么精彩 便道 我姓吴 在宫里做太监 大家叫我吴老公 方姨冷笑道 吴老公 吴老公 这名字倒挺 说到这里 灯石醒绝 原来上了他的大当 呸的一声说道 瞎说 小郡主 木剑平道 你又骗人 我听着他们叫你贵公公 不是姓吴 微小宝道 男人就叫我贵公公 女的都叫我吴老公 方姨道 我却知道 你叫什么名字 微小宝 微微一惊 蛮问 你怎知道 方姨道 我知道 你姓胡 明说 自八道 微小宝哈哈一笑 简方姨 说了这一会儿话 呼吸又急凑起来 便道 好妹子 你给她敷药吧 别痛死了她 我吴老公 就只这么一个老婆 这个老婆一死 第二个可就娶不起了 木剑平道 师姐 说你胡说八道 果然不错 放下杖子 揭开背 给方姨敷药 问道 贵大哥 你先前敷的止血药怎么办 微小宝道 血止住了没有 木剑平道 止住了 原来 蜜糖一物 颇具止血之效 粘性又强 粘住了伤口 竟不再流血 至于莲蓉 豆泥等物 虽无药效 但堆在伤口之上 也有阻血外流之功 微小宝大喜 道 我这灵丹妙药 灵得胜过菩萨的仙丹 你这可信了吧 其中许多珍珠粉末 秃在她胸头 将来商誉之后 她胸脯 好看得不得了 有羞花碧月之帽 只可惜 只有我儿子才瞧得见 木剑平吃得一笑 道 哼 你这说的有趣 怎么只有你儿子才 微小宝道 她为我儿子吃奶 我儿子自然瞧见了 方姨呸的一声 木剑平睁着圆圆的双眼 却不明白 方师姐 为什么会喂她儿子吃奶 微小宝道 把这些止血药 轻轻抹下 再敷上伤药 木剑平答应道 哦 便在此时 忽定的门外有人走进 一人朗声说道 贵公公 你睡了没有 微小宝道 睡了 是哪一位 有事明天再说吧 门外那人道 下官锐动 微小宝吃了一惊 道 啊 是瑞副总管驾到 不知有 有什么事 锐动 是御前侍卫的副总管 微小宝平时 和众侍卫闲谈 个人都在 这位瑞副总管 武功了得 仅次于 御前侍卫总管 多龙 是侍卫队中 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他近年来 常在外公干 微小宝却没见过 锐动道 下官有件急事 想跟公公商议 惊吵了 贵公公安睡 微小宝寻思 他半夜三更的 来干什么 定是知道 我屋里藏了刺客 前来搜查 那可如何是好 我若不开门 看来 他定会硬闯 这两个小娘 又都受了伤 跑也来不及了 只好随机应变 骗了他出去 锐动又道 这件事干系重大 否则 也不敢来打扰 公公清梦了 微小宝道 好 我来开门 钻头入账 低声道 千万别作声 走到外房 带上了门 硬起头皮 打开大门 只见门外 站着一条大汉 身材魁梧 自己头顶 还未击到他向井 锐动拱手道 打扰了 公公勿怪 微小宝道 好说好说 仰头看他脸色 见他脸上 既无笑容 亦无怒色 不知他心意如何 问道 瑞副总管 有什么要紧事 却不请他进屋 锐动道 是才封太后一旨 说今晚有刺客 闯功犯嫁 大逆不道 命我向贵公公查问明白 微小宝一听到太后一旨四字 便知大事不妙 说道 是啊 我也正要向你查问个明白呢 刚才啊 我去向皇上请安 皇上说道 锐动这奴才可大胆的狠了 他一回到宫中 呵呵 锐动大吃一惊 蛮问 皇上还说什么 微小宝和他胡言乱语 原始拖延时刻 设法脱身逃走 见一句话 便诱得他上钩 便道 皇上吩咐我天明之后 立刻向众侍卫打听 到底锐动这奴才 勾引刺客入宫 是受了谁指使 有什么阴谋 同党还有哪些人 跟敖拜有什么牵连 锐动更加吃惊 颤声道 皇 皇怎么说 说是我勾引刺客入宫 是哪个奸徒 向皇上谎报 这 这不是天大的冤枉吗 微小宝道 皇上吩咐我悄悄查明 又说 锐动这奴才听到了风声 必定会来杀你 你可得小心了 我说皇上万安 亮锐动这奴才 便有天大胆子 也绝不敢在宫中 行凶杀人 皇上道 哼 那可未必 这奴才竟敢勾引刺客入宫 更不利于我 还有什么事做不出 锐动 急道 你 你胡说 我没勾引刺客入宫 皇上 皇上不会胡乱冤枉好人 今晚 我亲手打死了三名刺客 许多侍卫兄弟都亲眼见到的 皇上 尽可叫他们去查问 说着 额头突起了青筋 双手紧紧握住了拳头 唯小宝心想 嫌下他一个魂不附体 手足无措 挨到天明 老子便逃了出宫 那小郡主和方姨又怎么办 哼 老子尼泊沙过江 自身难保 逃得姓名再说 管他什么小郡主 老郡主 方姨 元姨 老子假太监不办了 青木堂乡主也不干了 拿着四五十万两银子 到扬州 开立夏院 立秋院 立东院去 说道 这么说来 那些刺客不是你勾引入宫的了 锐动道 自然不是 太后亲口说道 是你勾引入宫的 太后吩咐我 别听你话言巧语 一掌毙了便是 唯小宝道 这恐怕你我二人 都受了奸人的诬告 瑞副总管 你不用担心 我去向皇上跟你分辨分辨 只要真的不是你勾引刺客 皇上年纪虽小 却十分英明 对我又挺信任 这件事 自能水落石出 锐动道 好 多谢你了 你这就跟我去见太后去 唯小宝道 深更半夜 见太后去干什么 我还是承早去见皇上的好 只怕这会儿 已有人奉旨来拿你了 瑞副总管 我跟你说 侍卫们来拿你 你千万不可抵抗 倘若计捕 罪名就不易洗脱了 瑞动脸上肌肉不住颤动 怒道 太后说你最爱胡说八道 果然不错 我没犯罪 为什么要拒捕 你跟我捡太后去吧 维小宝身子一侧 低声道 你瞧 住你的人来了 瑞动脸色大便 转头去看 维小宝一转身 便抢进房中 瑞动转头 见身后无人 直到上当 急追入房 纵身伸手 往维小宝背上抓去 其实 维小宝一番恐吓 瑞动心下 甚为惊慌 倘若维小宝 坚持要带他去见皇帝 瑞动多半不敢强行阻拦 但维小宝房中 藏着两个女子 其中一人 却是进宫犯嫁的刺客 直到事已败露 是才太后 又曾亲自来取她性命 哪里敢去见皇帝分辨 骗得瑞动一回头 立即便奔逃入房 只盼能穿窗逃走 她想 玉花园中 到处是假山花丛 黑夜里躲僵起来 却也不易捉到 不料瑞动伸手敏捷 维小宝刚踏进房门 便即追了进来 维小宝窜入房后 纵身跃起 踏上了窗间 正欲跃出 瑞动右掌拍出 一股进风 扑向她背心 维小宝腿弯一软 摔了下来 瑞动左手探出 抓向她后腰 维小宝施展擒拿手法 双掌奋力隔开 但人小利弱 身子一晃 扑通一声 摔入了大水缸中 这水缸 原是海老公智商之用 海老公死后 维小宝也没叫人取出 瑞动哈哈大笑 伸手入缸 一把却抓了个空 原来 维小宝已缩成一团 但这水缸能有多大 再抓一次 终于抓住她后领 湿淋淋地提江上来 维小宝一张嘴 一口水喷向瑞动眼中 跟着身子前纵 扑入她怀中 左手搂住她头颈 瑞动大叫一声 身子抖了几下 抓住维小宝后领的右手 慢慢松了 她满脸满眼是水 眼睛却睁得大大的 脸上尽是迷惘 金黄 猴头咯咯树声 想要说话 却说不出话来 只听着痴的一声轻响 一把短剑从她胸口直滑而下 直至小腹 剖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锐动睁眼瞧着这把短剑 可不知此剑从何而来 她自凶致腹 鲜血狂蹦 突然之间 身子向后倒下 直至身亡 仍不知维小宝 用什么法子杀了自己 维小宝黑的一声 左手接过匕首 右手从自己长袍中伸了出来 原来她摔入水缸 以缩身间 以抽出匕首 藏入长袍 刀口向外 她一口水喷得锐动 双目难睁 跟着纵身向前抱住了她 这把削铁如泥的匕首 已刺入她心口 倘若当真格斗 十个维小宝也不是她对手 但仓促之间 齐变横生 赫赫有名的瑞副总管 竟而中了暗赛 维小宝和瑞栋二人 如何抢入房中 维小宝如何摔入水缸 方怡和穆建平隔着杖子 都看得清清楚楚 但瑞栋将维小宝 从水缸中抓了出来 随即遭杀 维小宝使的是什么手法 方木二女却都莫名其妙 维小宝想吹几句牛 说道 我 我 这 只听着自己声音嘶哑 竟说不出话来 是才死里逃生 以下的六神无主 穆建平道 谢天谢地 你 居然杀了这鸭子 方怡道 这瑞栋 外号铁掌无敌 今晚打死了 我沐王府的三个兄弟 你为我们报了仇 很好 很好 维小宝心神略定 说道 他是铁掌无敌 就是敌不够我 为 为公公 吴老公 我是第一流的武学高手 毕竟不同 伸手到锐动怀中去掏摸 摸出一本 写满了小字的小册子 又有几件公文 维小宝也不识得 顺手放在一旁 忽然触到 他后腰硬邦邦的 藏着什么物件 用匕首割开袍子 见识一个油布包袱 说道 这是什么宝贝了 藏得这么好 割短包上丝掏 打开包袱 原来包着一部书 书函上赫然写着 四十二章经五字 这经书的大小厚薄 与以前所见的全然一样 只不过 封皮是红绸子香白边 维小宝叫道 哎呀 盲伸手入怀 去出从康亲王府中 到来的那部四十二章经 幸好他摔入水缸之后 立即为锐动抓起 只试了书寒外皮 并未试到书页 两部经书放在桌上 除了封皮 一是红绸 一是红绸香白边之外 全然一模一样 太后手里 已有两部四十二章经 是当日 他与索额图 从敖拜家里抄来的 自己这时 也有了两部 心想 这经书中定有不少古怪 可惜我不识字 如今小郡主和方姑娘瞧瞧 定会明白 但这样一来 他们就瞧我不起了 拉开抽屉 将两部经书放入 寻思 刚才太后自己来杀我 她是怕我得知了她的秘密 泄露出去 后来又派着锐动来杀我 却胡乱按了我一个罪名 说我勾引刺客入宫 她等了一会 不见锐动回报 又会再派人来 这可得先下手为强 立即去向皇上告状 挨到天明 老子逃出了宫去 再也不回来了 向方姨道 我去带出去瞎造谣 说着锐动 跟你们沐王府勾结 好老 好老 方姑娘 她本来想叫一声好老婆 但局势紧急 不能多开玩笑 以致误了大事 便改口叫她方姑娘 你们今晚到皇宫来 到底要干什么 想行刺皇帝吗 我劝你们别行刺小皇帝 太后这老婊子不是好东西 你们专门去刺她好了 方姨道 你既是自己人 跟你说了也不打紧 咱们假冒是吴三贵儿子 吴应雄的手下 到皇宫来行刺 打字皇帝 能得手固然甚好 否则的话 也可让皇帝一怒之下 将吴三贵杀了 微小宝 虚了口气 说道 妙计妙计 你们用什么法子 去判吴三贵 方姨道 我们内衣上故意留下记号 是平溪王府的部署 有些兵器暗器 也刻上平溪王府的字样 有几件旧兵器 就刻上 大明山海关总兵府的字样 微小宝问道 那干什么 方姨道 吴三贵这次 投降达字之前 在我大明 做山海关总兵 微小宝点头道 嗯 这几次挺厉害 方姨道 我们此番入宫 想必有人战死殉国 那么衣服上的记号 便会给达字发掘 倘若遭秦 起初不供 等到给达字 拷打得死去活来 才供出 是受了平溪王指使 前来行刺皇帝 我们一进宫 便在各处 丢下克制的兵器 就算大伙 侥幸能全军退回 也已留下了证据 他说的兴奋 喘气见急 脸颊上献出红巢 微小宝道 那么你们进宫来 并不是为了 来救小郡主 方姨道 自然不是 我们又不是神仙 怎知小郡主 竟会在皇宫之中 微小宝点点头 问道 你身边可有 磕字的兵刃 方姨道 有 从被窝中 磨出一把长剑 但手臂无力 没法将剑举高 微小宝笑道 幸给我没睡到你身边 否则便给你一剑杀了 方姨脸上一红 瞪了他一眼 微小宝接过剑来 藏在锐洞尸身腰间 道 我去告状 说着锐洞是刺客一伙 这可不是证据吗 方姨摇了摇头 道 你瞧瞧 剑上刻的是什么字 微小宝问道 刻的是什么字 反正看了也不识 不如不看 方姨道 那是大明山海关 总兵府八字 这锐洞是满洲人 不会在大明山海关 总兵部下 当过差吧 微小宝恩了一声 取回长剑 放在床上 道 带在他身上 安些什么脏物才好 一转念间 道 好极了 将吴英雄所赠的那两串明珠 一对翡翠鸡 还有那叠金票 全都塞在锐洞怀里 他指金票是北京城中的金铺所发 吴英雄派人去买来的 只需一查金铺电号 便知来源 这番栽赃 当真天衣无缝 心道 吴世子啊 吴世子 老子逃命要紧 只好对你不住了 他抱起锐洞的尸身 要移入花园 只走一步 忽定的屋外有人走近 他轻轻将尸身放下 只听得一人说道 皇上有命 吩咐小柜子前往伺候 为小宝大喜 心想 我正担心 今晚见不到皇上 有出乱子 先向皇上来叫我去 那再好没有了 这锐洞的尸身 可搬不出去了 应道 是 带奴才穿衣 即刻出来 将锐洞的尸身 轻轻推入床底 向小郡主和方怡 打几个手势 叫他们安卧别动 匆匆除下尸衣 换上一套衣衫 那件黑丝棉背心 虽也湿了 却不除下 正要出门 心面一动 这姓方的小姑娘 不大靠得住 可别偷我东西 将两部四十二张经 和大碟银票 都揣在怀里 这才西竹厨房 却忘了携带 师父所给的武功图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